住在这儿 后来就寄成给我了 这样啊 可是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住在这里 你为什么放着这个房子 不用呢 我不喜欢虫子 所以就不喜欢过来 原来 就是因为这样捡到的理由啊 诗雅 晚上之前 我们出去走走吧 沿着这条小路走 就有一条小溪 水声非常好听 要不去看看 小时候常跟父母来 那时候 还常在溪里玩水呢 真难想象你小时候的样子 还会在溪边玩水 如果是现在的话 一定会先用消毒液吧 在我父母离婚之前 我是 没有洁癖成的 对了 说说你吧 你小时候什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的事情都忘了 脑子不太好 你定是像男孩子一样 严厉气的吧 应该是吧 我父母跟其他姐妹比起来 对我特别严厉 因为我比较皮 除了一个姐姐 你还有弟弟 我有个弟弟叫向阳 向阳 向阳这个名字 还挺特别的 夏天的溪水边比海边凉快多了 溪边海边我都喜欢 不过我爸妈以前只是带我去海边 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 除了拍摄 正好你看 这水好干净啊 你来试试 我不是 我看着就觉得还蛮舒服的 那这样是不是比看更少 我没戴毛巾 怎么了 诗雅 没什么 之后 这地方 好像我来过 这个地方 又不是观光区 几乎没人知道啊 可能 是济湿赶吧 怎么忽然下雨了 诗雅 你在那干嘛 你 闹客人 啊 疯狂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